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解的内容是西石格言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大家经常会听到的明日歌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明日歌,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冬流,暮看日昔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那么这首明日歌呢,是在告诫大家 不要,凡事不要等待明日 能今天做完了就要,今天做完一定要珍惜时间 不要等到老去以后才后悔没有珍惜时间 那么这首明日歌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西石格言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具体的西石格言 它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让人珍惜时间的名言,我们就称为西石格言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有许多的西石格言 都是用来劝诫我们珍惜时间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一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古人对于这个时间 古人对于这些西石格言的一些描述 孔子曾经说过,逝者如私不,不舍昼夜 他讲述的意思就是时间流逝的非常快 不分白天和黑夜 那么朱熹曾经说过 少年一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是在说,少年非常容易变老 时间很快就流逝了 而我们的学习却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一点点的时光我们都不可以轻视 要珍惜时间 庄子曾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隙忽然而已 这句话是在说,时间就像小白马 过缝隙那样一瞬间就没了 所以我们要珍惜时间 岳飞曾经说过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怯 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 一定不要浪费时间 否则等你年老了,头发白了 就只剩下悲怯伤心后悔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诗人陶渊明是怎样说的 他说 圣年不重来,一日难再尘 即时一字免,岁月不待人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告诉我们 圣年就是青春的时候 年纪非常好的时候 不会再来 一日难再尘 一天不会出现两个早晨 那么我们应当 及时的抓紧时间努力 岁月是不会等待人的 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劝诫青年人 来抓紧时间 爱惜时间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些国外的一些名人 都对时间是非常珍惜的 他们也说过许多西式格言 我们来看莎士比亚 他说 抛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抛弃他 今天所做之事 午后明天 自己所做之事 午后他人 那么这是哥德所说过的一句话 这首 今天所做之事 午后明天 就跟我们明日歌 是有一曲同工之妙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海伦凯乐是怎么说的 他说 把活着的每一天 看作生命的最后一天 那这样我们才会 抓紧时间 珍惜时间 看了这些 我们再来记得一些 像爱因斯坦 大科学家 他曾经说过 成功等于什么呢 等于艰苦劳动 加正确的方法 以及少说空话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少说空话 就是让我们要及时行动 不要浪费时间 布丰曾说 最严重的浪费 就是时间的浪费 可见生 可见时间是多么的珍贵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培根说 合理安排时间 就等于节约时间 所以我们要学会 合理的去安排 我们拥有的时间 这样子就相当于是 节约时间了 比成功就更进一步了 看完了这些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名言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三更灯火五更机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 勤学早 白手方会读书时 这是严真卿所说的 我们大家经常会听到的 黑发不知 勤学早 白手方会读书时 就出自这里 就是说 在年轻的时候呢 要勤奋努力 不然等到老的时候 就会后悔莫及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时间是多么珍贵啊 连金子都买不到 无生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我们的生命呢 是有期限的 但是我们知识的海洋 却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要珍惜 有限的生命 多读书 多努力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这是出自 长歌行的一句话 吟上的时候 我们没有努力 等到我们老了以后 只剩下悲伤了 时间的步伐 有三种 未来 珍珍来迟 现在 像剑一样 非是 过往 永远 经历不斗 谁 对时间 最吝啬 时间 对谁 越慷慨 要时间 不辜负你 首先 你要 不辜负 时间 放弃 时间的人 时间 也放弃他 人生 有一道困难 那就是 如何使 一寸光阴 即是 一寸 生命 时间 就是 生命 时间 就是 速度 时间 就是 气力 这是 郭沫若 曾经说过的 非常有美的一句话 那么我们下面 再来看一组 鲁迅 他的时间 的评价 时间 天天 得到的 都是24小时 可是 一天的时间 给其面的人 带来聪明 和气力 给懒散的人 是留下一片悔恨 世界上最快 而又最慢 最长 而又最短 最平凡 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人忽视 而又最令人后悔的 就是时间 时间 就是生命 无故地空耗别人的时间 实在无异于 谋财害命的 你热爱生命吗 那么别浪费时间 由于时间 是组成生命的材料 落日无边 将不尽 此生此日 更虚忙 在今天和明天之间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趁你还有精神的时候 学习迅速办事 读了这么多的名言 同学们积累了多少呢 我们下面就一起来练习一下吧 你的同学小明呢 经常沉迷于玩网络游戏 不想学习 他总觉得时间还有的是 以后学也不晚 那么你作为他的好朋友 应当如何来劝导他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到底该怎样来劝导他 用哪些西式名言来劝导呢 我们可以用 黑发不知情学导 白手包回读书池 或者是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这样的一些西式格言来劝导他 当然了 同学们也可以选择 其他的西式格言来进行劝导 同学们 我们今天所要讲起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了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的内容吧 今天我们所讲的是西式格言 顾名思义 就是让人珍惜时间的明年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惜时间 成为时间的主人 并且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好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